姚聰賢、劉小麗分別是接受行管會的建議 亦都是歸還所有的款額 羅半聰就表示 明天會限期前還回所有的錢 而在限期之前梁國雄是未有接納的建議 行管會決定展開法律行動 向梁國雄追收全數的款額 275萬我們已經說了所有他的議員酬金 他的職員開支 他預借的款項和他賣了的數字 我們是提出了一個建議給他 梁國雄是沒有理會這件事 我們是沒有任何選擇